一个旅游纠纷 在高红市这位女子跟着丈夫呢 这个月6号要跟团到吴歌窟玩五天四夜 他们买的是这个包机直飞的这一家 叫做通里萨航空公司 但这家航空公司呢 把班机时间一改再改 一连改了四次 最后呢更离谱 竟然突然喊咖不飞了 让上百名旅客气炸了 而这家航空公司出问题也不是第一次 网路上一看 这很多网友就说 如果你要搭的是这一家的话 最好要做好心理准备 机场大厅闹哄哄 旅客们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怀着度假的心情来 没想到航空公司一具班机取消了 一行人只能沮丧回家等消息 原来这群旅客全是要搭乘 通里萨航空公司持航班机前往吴歌窟 没想到航空公司却把班机时间一改再改 从原先一月六号早上改到了十六号上午 又从上午改到了晚上八点 最后竟然是取消不飞了 让上百位旅客气炸了 本来是六号的班机 结果延到十六号 然后十六号又从早上延到晚上 那听说还有延到四次还是六次的 高雄市这位蔡小姐投诉跟老公原本在这个月六号 跟团要到五个窟玩五天四夜 好不容易跟公司请到廉价 最后却被航空公司仿鸽子 更夸张的是不止这团旅客遭殃 还有其他乘客光是这一趟的旅行就被改了四次班机 超扫心 但其实这已经不是通理萨航空公司第一次出包了 网络上一搜寻网友都说 要搭这间航空公司的班机就要做好改航班的心理准备 真的改了只能自认倒霉 对此通理萨航空公司就表示 因为天后影响加上是包机 只能等到有飞机飞到高雄才能成功出团 将会与旅行社协调赔偿事宜 但对民众来说 规划好的行程 因为航班临时喊咖 全都跑堂了 张内宣超过名张信高雄报道